今天就来讲星座的三巨头 太阳 上升跟月亮星座 上升星座它就像包装过后的我们自己 上升狮子的人很可能他就有狮子的气势 比如说头发是卷的 眼睛大鼻子大嘴巴大 那上升是处女的人 很可能也会稍微瘦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容易紧张 或者是非常的乐于活动 所以可能就有上升处女的感觉 而上升双子的人很可能就有滴溜溜的双眼 很好奇的样子 而上升巨蟹的人很可能就会非常的贴心 因为他们是属于感知敏感度很高的上升星座 上升星座往往会更over的去演出那个星座的特质 上升在白羊星座的人 可能有时候表现得更像白羊座哟 可能也比别人更有领导的魅力 而太阳牡羊的人有时候还不见得这么自信 所以为什么猜星座有时候会猜不准 那是因为我们刚认识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上升星座 关于上升还有一个迷思 那就是很多人会说 上升是不是我们30岁以后的样子呢 在我看来呢 这个说法并不需要抹杀它 因为30岁的确是人生的一个关卡 我们的人生迈向了下一个阶段 所以当你选择你要好好的扮演你的上升星座 那么上升星座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 而且上升星座还决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第一 你出生时候的状态 所以如果上升星座的度数上有某一颗星 有时候你也可以告诉他说 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难产呢 那就是有土星或有天王星或有火星的时候 他很可能就会很压抑的说你怎么会知道 由于上升星座是如此重要 它也是我们决定了自己航道的一个方式 所以为什么运势除了看太阳也要看上升 就是这个原因咯 太阳星座是本质的我们自己 所以人跟人之间只要相处得够久 你就会慢慢地从他身上看到了 他太阳星座的特质了 比如说他非常的霸气 或他非常的厉害 但是相处久了 这个人是天秤座的 你一定能够看到犹豫不决跟选择困难者 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天蝎座的话 你应该能够看到他很容易受伤 或者是他永远难以忘怀那些不公不义事情的模样 所以太阳星座的本质也是我们的先天配备 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太阳星座上着力 然后鼓励大家开发自己的潜能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星座的各种配备 你到底发现了没有 还是你只拿他的缺点来用呢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所以当我们慢慢地懂了自己的太阳星座 你就知道原来天蝎座的复仇 是为了让你从这个谷底往上爬的一个力量 不是要你真的去复仇 你为了想达成复仇这个愿望 而强化了自己 所以星座的能量 关键字 有时候要看你怎么看待它哦 不要被这个关键字给困住 比如说说到处女座 就是龟毛 洁癖 然后总觉得这个特色好像在人际关系上会造成影响 那你怎么不想想看 龟毛跟洁癖是一个人能够在精致化的路上 越来越好的一种强化的能力呢 你是不是就比别人更仔细 你是不是就比别人更贴心 你是不是就比别人更能够找出错误 所以每个人看待自己的太阳星座 永远要用心力除臂的角度来看待它 那我相信你就能够活出太阳星座的风采了 月亮星座是一个跟亲密关系非常有关的星座 所以你要跟一个人交往相处 如果你们只是恋爱 打情骂俏 做朋友 那么知道太阳 知道上升也就够了 可是如果你们要生活在一起 同在一个屋檐下 或者你们要结婚 月亮星座就务必要深深的了解 因为那个是死底下最内在的自己了 所以咯 可能一个太阳星座让它文直彬彬 上升星座也让它非常保守的人 很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会有怒怒症 然后一看原来月亮星座挺冲动的 当两个人要结婚 要生活在一起 你们的太阳跟月亮的相位 如果是同星座的话 那是非常好的 第一加偶就是月亮同星座 你月亮天蝎 它也月亮天蝎 你月亮水平 它也月亮水平 你月亮摩羯 它也月亮摩羯 那么你们真是天作之和 第二相配呢 就是太阳跟月亮是符合的 那也代表你们有莫大的吸引力 你们从对方的身上 看到跟自己很同性质 很能够一加一大于二的某种特质 所以你们的缘分就会非常的深 有时候呢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 我们再来看星团配置会相当的惊喜 因为云云众生 你的一生当中可能认识过几千人 几万人 为什么你独中于他呢 太阳月亮的吸引力是不可小看的 那当然对冲也会非常有缘分 但是对冲呢 是代表你们是走互补路线 也就是你们非常不同 那有时候这会造成怨口 如果你们不能理解这叫互补 可能就会有点埋怨 为什么你跟我如此的不同 可是如果你们认为这次互补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好了 月亮星座的重要性在于 它往往不是以一种非常明显 好像太阳星座 上升星座的方式来影响我们 可是在你年岁渐长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月亮星座对你的帮助 或对你的妨碍 它很可能造成你的情绪障碍 它也很可能造成你的格外固执 你当你自觉到你有某一种成分是你所不了解的 那这个部分就不妨从月亮星座去寻找 今天这个小小的科普只是让大家认识自己心团的第一步 下次你再遇到跟你同星座 可是却觉得他南辕北辰的人就不妨问问他 上升星座跟月亮星座在哪里 互作比较应该很有趣味哦 如果老婆的经过是发现有小三介入 不只让小三比较难看也让老公比较难看 我觉得上升星座 他们会怎么做 啊 什么 电梯电梯 啊 啊 那是我们天线会做的事啊 日房夜房小三男房作为女人 我们都有当正宫被小三介入的经验 有吗 好 没有的话就是你的年纪还小没有关系 以后就会有哦 所以在我心目中呢 总是有那么几个星座 就算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们也能笑到最后 好 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呢 他们是超完美娇妻的代言人 好好好 我知道我知道 你作为他的老公 你很受不了他 我明白 但是 他得你妈疼啊 连你邻居的妈都疼他 我告诉你 所以我只能说 巨蟹座的人设做得太好了 他们就是贤妻良母的最佳代言人 出得厅堂入得厨房 然后又会带小孩 然后又很顾家 又会帮你顾面子 虽然关起门来 你知道他的脾气有多硬 可是 大家爱他呀 已经占据了稳固地位的巨蟹座正宫 如果你敢背叛他 你敢伤害他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有多渣 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愿意当渣男 那你就放心的外遇吧 他会给另一半 沉稳又不可动摇的感觉 这个就会很自动的 让另外一半不太敢偷吃 因为你一旦偷吃 要处理这个正宫老婆 很麻烦 他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们不会耍小脾气 他们要耍就是大脾气 而且通常他们理财 蛮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们的理财能力 会让另一半觉得 没有金钱压力 比如说赚得少 花得少 他不会抱怨 而且如果他想要 让这个家有余粮 他也能办得到 如果真的被小三介入了 他们会冷静分析 如果他觉得自己有错 他也会努力改进 当然那是因为他评估过 你这个老公还可以留的关系 他就会努力改进 而且你要想象哦 一个金牛座 愿意改变自己 这是多么难的事 这就是他对你最大的诚意了 首先呢 我个人觉得 他们之所以能够做稳证公 是因为他们真心地做到了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他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你没发现吗 他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 他真的很随便啦 但是呢 他跟你在一起 他就会为你量身定做哦 他会很关心你喜欢哪一行 夫家希望他生儿子 他就会努力的生儿子给你 所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另一半 那当然他的尽责也包括他会自我要求 有时候都不用你开口 他就会把他做到极致 处女座服务型的特色也非常的强 说真的有他在 你会觉得家里样样都非常的方便舒适 因为他都照顾得好好的 他甚至于照顾人照顾到 你们都已经分开了 倘若你不会过日子 他还觉得他有义务照顾你呢 而且虽然他唠唠叨叨 但他其实是一个以夫为天的星座 他通常很需要一个能被他崇拜的老公 当然如果他崇拜的你竟然外遇了 他就会自我检讨 一定是我不够好 一定是我不够保持状态 所以反而会激发他保持最佳状态 因为他不想把你拱手让人 双子座不但会让自己很有存在感 你看他这么会打扮自己啊 他也会让你一半很有存在感 所以你要知道他们非常的有方夫运 而且通常他也会运用自己的人际关系 来帮助你 好啦你脑中一定会浮现几个双子女的形象 对不对 是不是他们有被婚姻束缚吗 并没有吧 而且他们花老公的钱不手软哦 就是因为他们挺爱自己的 他也是属于都嫁给你了 你也叫我好好享受人生 但我当然就要好好享受人生啊 而且他们很能干哦 他们会帮你打理好所有的大后方 双子座的潜能是无限宽广的 你就算把他丢到异国他乡 要他去打理什么房地产他也能办得到 那还有他们拥有超强的第六感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骗到他 虽然平常看起来好像没在在乎你 但他们其实是非常好强的哦 如果你竟然有小三那我想他是 可能会大吵大闹啦 或用自己独特的魅力把老公抓回来啦 那当然如果自尊心太高的话 他也会不动声色 自己痛苦在内心 那其实我会觉得 这是双子很厉害的地方 如果他没有吵闹 痛苦能够放心里 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不简单的 他们真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类型 但通常啦 我觉得摩羯座的老婆比较吃亏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有难同当比较久一点 有福同享的时间那就不一定了 他很能忍 真的能忍只要另一半够优质 没关系我等你成功 在你成功之前我帮助你 我来撑住没有问题 而且帮着帮着他比老公还强 但是他心里还是会觉得 没关系我虽然这么强 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帮助你哦 那因为他们非常的尽职 非常的负责 所以他们会打理家里 又能够在外面闯失业 真的让先生有满满的安全感 做到这样的时候为什么呀 啊哈 我觉得是天蝎座 超看不出来 你以为天蝎座战斗力超强 对不对 你错了 那是因为你 我还要你 天蝎座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很快的我决定不要了 因为这人坏掉了啊 我觉得你很棒的时候 我全心全意扶植你没有问题 但你坏掉了 哦好烂哦 所以拱手让人 当然会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可是心里会用一种 你是烂人 给那个烂人刚刚好 用这个来安慰自己 可能要这样子安慰很多年 而且有时候 一个天蝎如果很快的愿意退出 也是因为他早就觉得苗头不对了 就是他已经到了边缘 然后你还给他一个好理由 因为他本来不好意思抛弃你 结果你这么渣 终于可以抛弃你了 好爽 所以一边掉眼泪一边觉得很爽 这就是天蝎变态的心理 这也就是天婶 试骂照